2014年4月30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入住宾馆后离奇消失 等到警方到现场勘察时,才发现女子已经遇害 她的肌肉组织被切碎后扔进了下水道 大腿骨则被送到了猪肉铺 看起来,凶手仿佛与她有着深仇大恨 然而凶手被捕后,却称自己不认识这个女人 行凶也只是收钱办事 随着调查的深入,另一桩离奇的案件也浮出了水面 警方发现,凶手居然在一年前收钱谋害了女子的丈夫 而花钱买凶的人居然是女子本人 至此,这桩暗中案变得复杂了起来 女子为何要谋害自己的丈夫 如今又是谁买凶杀了她呢 2014年5月3日中午12点 在广州的一家四星宾馆里 保洁张阿姨按照常规打扫着房间卫生 当她走进316房间后,发现房间里十分整洁 这让张阿姨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张阿姨先是把房间的里里外外脱干净 随后又来到了浴室 但她发现浴室里满是积水 张阿姨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地漏又被头发堵住了 这个情况在以前也经常发生 张阿姨不以为然地拿出清洁地漏的钳子 认为自己只要像往常一样把头发夹起来 水就通下去了 不料之后,她发现自己夹出来的不是头发 而是一块黄色的不明物体 这块不明物体看起来像一块油脂 捏上去软软的,闻着有刺鼻的腥臭味 以张阿姨做饭多年的经验来看 她觉得这块油脂好像不是鸡油或者牛油 况且宾馆的卫生间里为什么会出现动物油脂呢 于是张阿姨越想越害怕 她意识到这个房间里可能发生过命案 被吓坏了的张阿姨马上跑了出去 赶紧让前台报了警 警察在接到报警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很快,他们在房间同一层的楼梯拐角处 发现了一个黄色的塑料袋 塑料袋里散发着相同的腥臭味 打开塑料袋之后,现场的所有人都懵了 因为里面除了一些生活垃圾外 还有许多碎肉和小骨头 经过法医鉴定 这些肉块均为一位成年女性的身体组织 这说明,这间房间里不久前发生了命案 凶手对遗体进行了分解销毁 在确认了这一信息后 警察立即封锁了病馆 随后,警方去前台查阅酒店的入住记录 并了解到,入住该房间的女子名叫杨慕琴 今年28岁,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会计 紧接着,警方联系了杨慕琴的家人 杨慕琴的家人说,她无疑外出旅游去了 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人了 查到这里,警方已经可以确定 遇害人就是杨慕琴 在确认了遇害者的身份之后 警方通过调查监控发现 在4月30日的晚上9点12分 杨慕琴一个人办理了酒店入住手续 9分钟后,她向酒店前台要了一份洗漱用品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警方推测,杨慕琴向前台多要了一份洗漱用具 可能代表她与其他人在酒店约好了见面 果不其然,杨慕琴回房间不久后 监控画面中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男人身穿紫色上衣,蓝色牛仔裤 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进了酒店之后,也没有登记,而是直接上了楼 进入了316房间 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 杨慕琴的遇害时间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之间 这名男子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更加巧合的是,在杨慕琴从入住到退房的这三天内 这男人总是手提着东西,频繁进出酒店 5月3日早上9点,这名男子在前台办理了退房手续 走的时候还带走了杨慕琴的手提包 手提包里不知道是装了什么东西,被塞得圆鼓鼓的 除此之外,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红色塑料袋 里面像是装了什么条状物体 这两个包一下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突然想到,此前法医在拼凑杨慕琴尸体的时候 发现杨慕琴的头颅以及筋骨是缺失的 难道他手上拿着的两个包里 分别装着杨慕琴的头颅和筋骨 警方随即又找来了法医进行鉴定 法医在观看了监控录像后也确定 塑料袋里面装的东西的长度跟杨慕琴的筋骨是基本一致 这几乎就能证明,这名男子就是谋害杨慕琴的凶手 那么问题又来了,杨慕琴与这名男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他的头颅和筋骨又去了哪里呢? 有了追捕目标之后,警方就迅速开展了行动 他们一面对杨慕琴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一面继续追踪男子的踪迹 通过询问杨慕琴的家人 警方得知,杨慕琴的丈夫陈浩在一年前因车祸意外去世 自从丈夫去世后,杨慕琴一直沉浸在痛苦中 并且还说自己短期内不会考虑个人情感的问题 甚至还扬言终身不会再嫁 身边的人都没听他提起过有新的男朋友 所以他跟该男子失恋人的可能性不大 这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 杨慕琴遇害后,他的银行卡里的钱财也没有发生变动 因此警方又排除了对方为钱行凶的可能性 既不是情杀,也不是谋财害命 那就只能是仇杀 然而,目前掌握到的信息 并不足以证明杨慕琴有什么仇人 这桩案件顿时变得疑点重重 可正当警察们一筹莫展之际 杨慕琴的禁锢突然有了下落 不过这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所有人 就在警员们调查杨慕琴社会关系的同时 负责追踪男子下落的另一对警员 也在翻看着酒店周边的监控 并希望从监控中得到有用的线索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很快,他们就在录像里发现了那枚男子的踪迹 监控录像显示 男子在离开酒店后去了一个菜市场 当他离开菜市场的时候 他手中的红色塑料袋却凭空消失了 很显然 男子把杨慕琴的尸骨丢在了菜市场 如果这个男人把杨慕琴的海骨 放在了猪肉摊里卖给别人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于是警方马上加派警力 在菜市场中搜寻杨慕琴的遗骸 万幸的是 在两个小时的排查后 警察终于在一个猪肉摊的回收肉渣垃圾桶里 找到了男子丢弃的禁锢 通过DNA比对发现 这确实是遇害着杨慕琴的禁锢 法医在对杨慕琴的人体组织进行检测后发现 男子是顺着遗体的肌肉纹理对其进行分解的 这种手法极为专业 凶手不是医生 不仅如此 从犯罪心理学上说 凶手在谋害他人之后 往往会把受害者的残骸 抛弃在荒郊野里 像男子这样 抛在菜市场极为少见 这侧面说明了 他对菜市场很熟悉 所以凶手是屠夫出身的可能性很大 带着这个猜想 警察开始在菜市场附近摸杂 并最终 在一个摩迪斯基身上 找到了这个男人的线索 据这个摩迪斯基反映 5月3日那天 他曾经拉过这个男人 那天的气温很高 但是这个男人居然捂得严严实实 整个人看起来也鬼鬼祟祟的 自己将他载到新丰村后 男人直接给了他100元 并叫他不用给自己找钱 这让司机感觉这个男人 又反常又大方 于是他便记住了这个人 新丰村附近 恰好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填埋场 警方怀疑 男子去那里 肯定是想要处理杨木精的头颅 于是警方立马接接警力 前往新丰村 并通过走访调查 找到了男子的踪迹 最终 警方在新丰村的一家宾馆里 成功将这名男子抓获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这名男子 名叫张健 曾因抢劫罪入狱5年 出狱后 便在屠宰场 做起了屠夫 然而当警方询问他 跟杨木精是什么关系 为何杀害他是 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 张健成 自己并不认识杨木精 谋害他是因为有人花钱要买他的命 而自己只是拿钱办事罢了 之所以将其分尸 也是因为平时杀猪杀习惯了 这样好处理一些 然而当警方又问张健 他的雇主是谁的时候 张健却不再开口配合警方调查 无奈之下 警方只好自己去查 没想到这一查 竟然牵出了另一起 尘封已久的命案 此前我们提到过 杨木勤的丈夫陈浩 在一年前因车祸意外去世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 一年前开车将陈浩撞死的 正是张健 更加离奇的是 张健在撞死陈浩之后 并没有被杨木勤追究责任 在杨木勤签署了谅解书之后 张健仅仅是被判了缓刑 谁能想到 一年之后 杨木勤 居然也隐秘于张健手下 夫妻俩双双死于张健之手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面对警方摆出的种种证据 张健只好交代了一切 然而真相 却令在场的民警大吃一惊 原来 一年前 杨木勤丈夫遭遇的那场车祸 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案 有人出了三十万 让张健撞死杨木勤的丈夫 而这个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杨木勤自己 对于杨木勤为何要谋害自己的丈夫 张健表示自己也不了解 他只是收钱干活 不畏缘由 杨木勤或许没想到 他居然在一年之后 被自己雇佣的人给反杀了 那么这次张健又是替谁办事呢 杨木勤又为何要买凶谋害自己的丈夫 警方通过银行的汇款记录发现 转账给张健的人叫贺强 是广东某机关的工作人员 十年四十三岁 在掌握了这条重要线索之后 警方在贺强家中成功将他逮捕 在证据面前 贺强如实交代了自己所犯的罪行 他承认 自己经常利用职务之便 搞全色交易 年轻漂亮的杨木勤 是他所在单位的会计 他被杨木勤的美貌深深吸引着 而杨木勤也痴迷于贺强的权势 就这样 二人一拍即合 在三年前 从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由于工作的掩护 二人的关系一直没有败露 他们就这样偷偷摸摸地交往了三年 不过在一年前 二人的奸情 还是被杨木勤的丈夫发现了 在当时 杨木勤把这件事告诉了贺强 让他赶紧出个主意 贺强是公职人员 他想到如果这件事暴露了 自己的铁饭碗也就保不住了 于是他便给杨木勤吹耳旁风 让他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直接把丈夫给除掉 这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也更方便 杨木勤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便找到了正在做屠夫的张健 杨木勤给了张健三十万 让他制造一起车祸意外 除掉自己的丈夫 杨木勤的丈夫去世以后 外人都觉得他悲伤欲绝 宁愿一个人过也不想再婚 谁能想到 没了丈夫的杨木勤夜夜升歌 他和贺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才是真夫妻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本以为解决掉丈夫 就能和对方在一起的杨木勤 逐渐不满足于地下恋情 他频繁地向贺强提议 希望他能够离婚和自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杨木勤没想到的是 贺强对他的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 贺强不可能为了他离婚 更不可能为了他就此身败名裂 丢掉官位 于是每次杨木勤提到希望离婚时 贺强都会找借口搪塞过去 久而久之 一直得不到确定答复的杨木勤也逐渐没了耐心 他终于看出来 贺强只是贪图自己年轻貌美 他并不爱自己 但杨木勤毕竟在贺强身上浪费了三年青春 自己的丈夫也因此没了命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呢 于是杨木勤每天都在贺强面前又哭又闹 弄得贺强生活鸡飞狗跳 杨木勤甚至威胁贺强 如果贺强不与原配离婚娶自己 他就会将他们的不雅视频曝光 还会将他们合谋买凶杀人的事情捅出去 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眼看着事态一步步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 贺强担心杨木勤真的狗急跳墙 不仅要让自己丢掉官位 还要让自己面对牢狱之灾 于是他思索再三又找到了张建 并再次支付了三十万元 让他把杨木勤也除掉 2014年4月30日 杨木勤约贺强到酒店开房 贺强假意答应 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建 张建在得到了消息后 拿了宰猪的工具就赶往了酒店 并在杨木勤进房间的十分钟后 就紧跟着他进入了酒店 许久未见张建的杨木勤 以为张建找自己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 他没有多想将张建迎进了房内 谁能想到 张建一进门就将杨木勤打晕 并将他拖进了卫生间进行分解 为了毁尸灭迹 张建还把遗体分解成多份 花了三天的时间依次运出宾馆 他喜滋滋地以为 自己又能像上次一样 赚到一大笔钱而不被追究 却不料因此落入了法网 至此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贺强和张建 也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了死刑 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处罚 这起案件错综复杂 一波三折 杨木勤为了摆脱自己的丈夫 买凶将其谋害 贺强为了摆脱杨木勤 也故凶害人 在诊状案件中 贺强贪色 张建贪钱 杨木勤贪权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他们被美色 金钱 官位迷了眼 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底线 到头来 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丢了良知 也丢了性命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深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